義務和權利的教育活動 通過相關的教材和教學的方式 使得學生對公民所應具有的權利義務 個人和群體的關係 和相關的民主、尊重、守法 等公民的素養有基本的了解和認識 而公德是屬於公民教育中的一部分 例如有學者在公德養成的意見 在文章中將公德分為消極的公德和積極的公德 所謂消極的公德是指個人的行為舉止 是應該避免造成對他人或公眾的侵害 是不應該的所謂 即是明確了做人在社會的底線 群眾是要自律 要能夠實現社會基本的 大家認可的社會公共秩序 而積極的公德是指應該對他人、社會、國家利益 有所主動貢獻的品行 那麼消極的公德和積極的公德分別歸留為十八條 那麼消極的公德就是不會在行為和包括 就是不守時 最會無故缺席 攀折公園的花位和善入禁止出入的場所 更加禁止在牆壁上、寺院的外牆 屠烏抹黑 污染政府機關和其他公共場所的廁所 汽車、汽船和公共馬車裏面的獨佔利益 不顧他人的困擾 拖那些寵物破壞道路 參加共同的水利設施 獨佔利益等等 積極的公德就是包括 養成良好自治的精神 改善不良的風俗 城市、街道、鄉村的居民 是應該同心協力、利害相助 孤兒寡母和無能力者 是遭到奸人的欺騙的時候 迅速去救援 救助貧困和殘疾者 國家公益的事盡力相助 還有注意國家經濟 挽回對外貿易不平等等等 現在專家學者更加指出 要區分私德和公德 強調公德的核心內涵 就是 人作為社會獨立的個體 必須要承擔個人對社會 以及對其他 所有不分專卑身份的社會 全體成員的行為準則 即是說 個人對社會 應該承擔的義務 從社會的實踐效果來看 消極的公德比積極的公德 更具現實的意義 即是明確了社會交往中 個人的行為準則 社會底線 這個和諧社會的倫理基礎 政府應該積極作為 和全民參與的良性互動 然後才實現現代社會 人自身轉型的關鍵所在 社會實現和人自身改造的經驗 還告訴我們 如果這個社會 即是百分之五的人 能夠做到高標準的積極功德 即是從社會整體來說 這個只是一個樣本來的 意義不大 但如果一個社會 應該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人 懂得遵守社會的底線 這樣這個社會 就是一個基本和諧的社會 那麽好似在澳門現實生活中 過馬路那麽日常的小事 都常常 就好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規則 而出意外 沖紅燈啊 班馬士不讓行人優先通過啊 行人亂過馬路的交通事故 逐年遞增 那麽治安警察局的資料顯示 在一四年九個月 沖紅燈的個案已經有一千七百二十三宗 那相對比去年同期的百分率的差距 是百分之二十五點一三 那麽違章過馬路的 即是亂過馬路的個案 達到一千七百零七宗 相比去年同期的百分率 差距是七百四十五點零五的百分率 那麽其中一三年 因爲巴馬線或者街口不讓行 的死亡個案有四宗 一四年呢 到九月的 因爲巴馬線或者街口 不讓行的死亡個案已經達到五中 那麽上面的澳門交通亂象 即是巴馬線經常 車死人的個案顯示 相關部門 除了執法不嚴之外 亦足以證明 澳門的公民教育模式 是存在極大的缺失 起碼 那麽未能夠達到有關學者所定義的功德的層次 更加黃論整體公民教育素質的提升 又例如 在環保方面 社會提倡 保護環境有人有責 但很少人主動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 那麽這些公民教育 在日常的生活裏面 未得到這個 張遜的案例 比比街市 那麽亦有很多市民批評 政府在教育的機制上 是存在很大的缺失 尤其是是公民教育 那麽近幾年來 政府雖然是加強了公民教育 已經有一定程度的重視 不過 亦有中學老師反映 高中教育階段 到現在都未見到有加入 品德和公民的教育課本 原因是什麽呢 究竟是政府教育部門不重視 亦或缺乏統籌機制 亦或是有其他因素影響呢 在社會經濟非要發展的同時 那麽什麽社會的公民教育素質 卻相對那麽倒退呢 那岸門回歸了15年了 那麽行政當局應該是時候 對相關的公民教育的問題 作出反思和總結 那麽市民叫我 問一聲 行政當局 請問現在 對當前澳門的公民教育的現況 是否感到很滿意呢 多謝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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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